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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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佛 所以 就要成立法国成 就是这个 要有佛 就不需要成立 不需要建立法国成 我这个 如果是高零天的話,這就是他的音樂。 懂嗎? 這個檔呢,我們在講第二。 第一個檔呢,在講第二。 第二,在萬口城呢, 原來是一個家上的, 就是什麼的一個醫院。 這個英文講的是中國的英文。 你們這些美國的中國、中國人呢, 沒得聽不懂。 這個地呢,我們一般來說, 說是沒有水, 就是病人不夠水喝。 病人不夠水喝, 那麼,就要把它關閉。 我也不知道, 當初為什麼不夠水, 就要在那兒造醫院。 這是我很不明白的一個事情。 那麼,等到沒有水, 才知道關閉。 這就是, 人不知道, 這個雷根搞什麼問題。 因為雷根呢, 做戲, 大家要說這個, 那個地方呢, 不適合。 他們說, 令人有病, 幫人治病, 所以有沒有水, 這我是不知道的。 那麼,等到你來了, 它就有水。 這是我的水。 你們大家也聽說這個, 這個雷根, 國境也可以把這個水的雷, 可以用錢。 那雷根是買了之後, 才能挖水還是沒有? 當然,買之後才能挖。 之前, 你怎麼可以挖人的地, 你怎麼可以挖水? 你怎麼可以在人家的地上挖水? 那個時候是, 剛剛買了之後, 因為旁邊已經有很多, 你是個 surveyor人, 叫做我這麼講, 就是在車廟, 那個地上都找不到那個水, 也挖了幾百尺, 也找不到。 那麼, 大家都為這個事情擔憂。 後來, 商人就拿著一個拐杖, 他就在那個地上走, 咚咚咚咚, 在敲, 然後他就說, 在這裡挖了。 那些工人就說, 不行啊, 我們已經在渡清, 已經挖過, 有車輛過, 這裡絕對不會有水的。 商人說, 不要緊啊, 你們試一試。 所以, 他們就挖了一百多尺, 然後, 然後那個水出來, 跟著現在一封整井, 現在還是供應著我們, 不常生的濕水, 但一直都沒有缺過水。 那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也是講, 很比較神妙, 我們商人在東碟, 就已經有很多龍來歸於他, 那他已經生了不少, 歸於他的龍, 不知道多少, 其實是無量的, 不只是龍, 還有天龍發明, 也是很多很多。 所以, 因為他的願意呢, 他迷到一個地方, 他有一個地方, 平安的。 好像, 沙馬市本來是有地震的, 1968年了, 就常常傳出來要有地震, 可是商人在那裡, 成立到場之後, 他就說, 他不准沙馬市地震, 也不是沙馬市不能夠地震, 而是他不允許, 所以從那個時候, 雖然每一年傳出, 直至到1972、1973、1974等等, 到了現在大家都知道, 那三、二十一直都沒有地震, 你們記不記得以前, 我在年輕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來美國, 那個時候, 驚恐到不得了, 有花時間, 那時一直都沒有地震, 他每到一個地方, 商人在練習就是要一個地方很安全, 這個也包括天氣很好, 風調雨聲, 那個神也是發佈在那裡, 很多地方都有水, 他在那裡建立到場, 他自己能夠出現。 然後我們一天都要這樣這樣子, 喔, 那你剛剛用了嗎? 這個他入園不惜, 這個入園嘛, 你知道這樣子嗎? 那你還有入園嗎? 還有入園嗎? 當然更厲害 你们要知道万佛城的音乐 成立万佛城呢 这个音乐可以说是在无恙结义的白酒 注定 注定这个佛法要传到西方的内容 到这个时候万佛城就要出现了 这个出现并不是从天上调写的 也不是从地上涌出来的 是人造成的 人造成怎么样造成的 造成那么多的房子 有七八十栋县城的房子 这个房子都是在雷根座成长的时候造的 那时候美国最有钱 第二次世界霸占之后 不是霸占之后 霸占之前的 那时候很有钱的 所以这样的房子 那个材料都是没有偷工减料 没有像现在这个房子 外边看得像个房子里边 看得像个纸糊的事情 那个房子 那个房子都是实打实枣的 铁匠对实枣实践实打实枣 那房子都这么粗 很实装 很有力的 所以那个材料特别好 可是造好了呢 他就 大家回着也没有钱了 不知道什么有钱了 什么有什么东西了 又说没有水了 那么大家也没有火了 也不开火了 所以就叫没有火了 这水火不能寄击 水火不能寄击呢 水也不帮助火了 火也不帮助水了 就是人也没有钱了 钱也没有人了 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 政府就要把他拿出来卖 一卖嘛 就有一个大地主了 就是财主了 就把他买下了 这个人呢 是在尤卡亚那一带有很多的财产 那么他看这个医院呢 是将来会占钱的 所以他就把它买一些了 买一些以后他又出卖 因为他自己也不想开医院呢 所以就把它拿出来卖 卖了几年 也没有人问津 也没有人去卖 然后我有一个徒弟 叫恒来 这个恒来呢 虽然是我的徒弟 可是他最初想要皈依 想要皈依嘛 我说所有皈依我的徒弟 都要成佛 如果哪一个不愿意成佛 现在就退出去 那如果我的皈依弟子 没有成佛的话 我也不成佛 我要在这儿等着他 那么这个恒来呢 就怕耽误我成佛 所以他站起来就跑 说我这个懒徒弟 不要皈依师父 皈依师父 把师父的大物都成佛了 那对不起师父 赶快走 站起来就跑 师父没有人 那么跑啊 就跑了 就跑了 过了五六年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他在一个船上 那个船在水里头搁浅 搁浅 他这个自己说的 在那九天 搁浅了九天 天天没有一天 没有一个时候 看见这个要成佛 这个师父 等着徒弟这个师父 看见什么地方 都是看见 这个他说 这跑不了了 没有地方跑了 赶快往回跑吧 这么一跑回来 这么跑回来了 那么那时候 我们在金山寺 叫做金山寺 就不够用了 地方不够用了 虽然三层楼 有一万八千尺 这么多的地方 可是人一多起来 这个佛教的人事 就有点不够用 并且在一个城市里头 都有一些个黑鬼 左右前后黑鬼 很多 黑鬼这一多嘛 真是今天我这有一个黑鬼来啊 这黑鬼呀 它不咬人 也不吃人 但是人就怕这个黑鬼 因为怕黑鬼嘛 我们于是乎就想要 往乡下 往郊外吧 我们郊外吧 于是乎就特殊找地了 找地呢 这个横来嘛 跑回来就出家了 这回不担不一 而且还出家了 出家他叫着 既然跑不了了 帮师父做点事了 于是就各主帮我找地方 找地方呢 那么到北一边 到西雅图去 到西雅图回来呀 就是路经经过万破城 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出卖 他在布房子看一看 就看了几个标顶 看了几个房子 看了几个房子 他就一直回来说 他想要买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 就是哪个地方做到面图 哪个地方做师父的住的地方 哪个地方一个徒弟住的地方 那么这都很多地方 那想买一部分呢 可以再买二三十栋 那七八十栋的房子 其他八十栋大的房子 这一栋里头就可以住一百多人 那么七八十栋就是可以住 要是像莓果住就可以住一万人吧 要是按照中国那个集的像乡堂住那边 每一桶栋好 五万人都可以住 那么这样子呢 他就算计 算计 他也不敢做主 就回来同我讲 叫我去看一看 那么于是乎呢 我就带四五个人到那儿看 到那儿看 就在那个地皮上吃了一顿饭 那么自己带去的这个lunch 带去的午饭 那么因为上山市里那会儿 有两个钟头零十五分钟的车程 所以八点东去到那儿 要赶回来吃饭就来不及了 所以嘛 头一次去 在我还记得 有国防 有那个 威格 有那个国金 还有那个 他们那个祖师也横观 还有嘛 还有嘛 河马爷 要我去看看 我去看 这么大地方 这么多房子 这怎么办呢 价钱也这么贵 这个东西 不要说 我没有钱的一个穷和尚 就万斤和尚也买不及了 那么 那么 这样子 回来 人想也不甘心 回来 想也不甘心 不要说 说这个 马爷 因为钱太多了 自己 就做梦也买不及了 那么 就这样子嘛 过了半年 过了半年 又来一个人 他去看 去看 回来 可以投职 做生意 那么回来 就和我商量 商量的 还得 艺术说 他就买了 将来很知情 我 之前 我也没有钱 我也没有本钱 我怎么能做这个生意 就这么样 一去去吃拔的人 去吃拔脸 并不是十八落汗 不要误会 就是以为是十八落汗 不显神功 他们 谁也没有神功 这样子 到那个地方了 我就可想看了 现在的医院 现在做诊所 就单造这个医院 也造不起这么多钱 也要造这个医院 这是二十多年以前 现在的医院 一九四 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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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四 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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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看这个医院 大家说 这个医院也造 我 那么想 一个医院 就要 最低限的医院 三千八四 然后 你看 心里就动 哎呀 就单造这个医院 这也造不出来 这么多钱 我和这个十八个人 好 好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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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医院 是八个人 我说 你都是佛教 我们应该给佛教做点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做事情 给佛教不做事情 应该什么大惭愧 没有什么面目我再见世界的人 所以我说 我今天呢 我要法院 要把这个 所有的 房子和地 这块土地 要拿下来 这个 如果不拿下来 我去和你们讲 一个老师不客气的话 我把你们十七个人都杀了 然后我自己杀我自己 你们要不怕我杀吗 就赶快想办法 给我念一念 牙疼症 看看谁牙疼了 然后 就拿出一点钱 把它满下来 我那时候没说十七个人 我说 所有的人 这跟着我来所有的人 当时这个经济 这个经济 介绍了我 买那个电脑 就看着我 我 他因为给他们一翻译 他听着 他就 他也害怕了 眼睛光光地瞪着我 哎 我说你不要害怕 啊 这是我跟着我在山南市来的人 不包括你在内 当时真是这样讲的 这个我现在是背书呢 被我当时和他们说的话 能这样呢 就回去 回去就想办法 想办法 借钱 借钱呢 我虽然是个穷和尚 但是我归于弟子 有钱的人还很多 所以他们不但有钱的人很多 而且还不相信我 只要我 说一声 想要借钱 他们一定 就无条件的借过 就这么样的买的 买的这个万化成 用多少钱买的 我也不想卖 不告诉你 哈哈哈 这是万化成一万化成的影响 然后打了一些 我的徒弟 有一些个他 怕的 怕这树叶 怕的头砸碎的 这个徒弟 这个徒弟 就不得了 他根本自己也没有钱 雖然這件事歸於我,但是還是他他,不是說師父。 他說他,這個他,你們大家懂嗎? 他說他也沒有錢,這個馬拉萬國城用不了一年,就破產了,就要關門了。 所以都離我遠遠,我這些香港的土地人,香港的貴育弟子,美國的貴育弟子,都離我遠遠。 可是我從1976年接受過,到今天每一年都修功,每一年都增加建設。 他的東西,他現在還可以關門,能不能能不能關機馬拉萬國城的經濟。 現在我對不起,不要。 謝謝你,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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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一定。 謝謝。 這個萬國城的音樂,還有我再講的,了解。 你们出庭了。 这是一层楼。 这个义果荣嘛,义调草嘛。 那时候就变熟了。 现在跟着我这二十多年了。 小朋友啊。 那时候就是一层楼。 在上的开股,就是日本楼。 有几个人呢?有三四个人。 每一次讲的,一两个、三四个不一定。 这个刚刚每个人来听合法, 你猜他怎么讲呢? 一个人躺着这儿停。 那个人呢,被脚搭到桌子上, 这么讲。 另外一个就是靠着墙上的脚, 就这个样子。 我向你们做这个端仁正座, 然后归一块继续。 那时候,随便那样子呢, 我这个因为, 这个佛藏命令呢, 这个就这么两个人。 我拿他们都当神仙看。 所以, 我那时候, 这个, 这个,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 给他们讲厉房。 想讲厉房, 那么这样对付了一个时期, 这个易教授是我很久的老父母, 他那时候还读书,读书是犹太人,是不犹太人? 是犹太人。 那么他要往那儿去打打坐, 然后拜拜佛, 他就说以后到台湾去教中文,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教中文, 要不是要讨一个中国太太。 可是到了台湾, 以后就到了美国, 结婚了, 结婚现在生一个女孩子, 也有个男孩子, 女孩子也很孝顺, 男孩子也很聪明。 那么跟着就在台湾回来了, 回来了,我本来介绍他到台湾, 以台湾这个大德高僧, 台湾大德高僧有什么, 那时候当时的南庭法师, 道安法师, 印顺法师, 白顺法师, 黑顺法师, 红顺法师, 红顺法师, 那时候笑我, 又说, 黑胜啊。 那么我记不住那么多名, 所以就加几个名的话, 又有灵源法师, 总而言之, 台湾的一些有名的, 我都给他告诉他, 告诉他, 当然就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也不皈依, 回来了, 问他, 我如果没有记错, 好像这个, 大学师道说的, 我说, 你怎么没有皈依呢? 他们都有红包, 我也没有红包, 所以, 你怎么没有皈依,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 这故往言之, 故往停止, 那么就笑一笑过去就算了, 啊, 那么, 回来他就要求要皈依我, 我从来我不将来皈依我, 为什么呢? 我将来皈依我, 将来人家要问问我说, 你够一个师父的资格吗? 我将来我没有话可说, 因为自己道不足以感觉, 德不足以化的, 虽然有说, 鬼神有皈依我的, 那他们都是瞎眼睛的, 看不见我的, 那么就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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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说, 这个龙皈依我, 那么, 龙皈依我, 所以我到时候都有水, 无论到时候都有水, 无论到时候都有水。 为什么呢? 那时候好像很好的朋友, 很好朋友, 并且人, 要是互相, 嗯, 很好的朋友, 就将人皈依自己, 好像, 行, 讨人便宜, 并且我的人, 从来我也不愿意讨便宜, 所以, 我所有的皈依地, 没有一个我叫他皈依,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还没有什么。 那么, 以后嘛, 就在, 啊, 嗯, 什么日本楼啊, 就搬着柴檬堂, 那有二十五尺, 乘五十尺, 这么, 这么大一层楼, 这么大一层楼啊, 那么, 就到那儿打残棋, 打了一个残棋, 一夜之后, 就, 要求我说, 要, 暑假班呢, 还来这儿回着做一个什么做事, 他说, 我也不自量, 你也啊, 就说, 好, 讲了你, 你已经好了。 那么, 就这么样了, 我就答应呢, 暑假, 如果他有人过来, 在西雅图, 我就给讲了个残棋, 于是乎呢, 在西雅图大学, 不知道怎么样卖的广告啊, 怎么样给我选择啊, 总而言之, 我听, 以后我听说有这个风声, 他当然说我做栽菜最好吃, 所以这些个残鬼啊, 就都要来吃我的做好的栽菜, 那么想不到, 到这儿来一来的, 那时候来有多少人, 三十个, 三十个, 三十多个, 三十多个都是西雅图大学的, 读书的学生, 那我看有一些, 也是这个易教授的朋友, 就来了, 他在那儿不这么说, 他们也不愿意来, 这个东西, 说道理小哥啊, 大家也不一定懂, 说吃栽菜好吃, 就他们都懂了, 来到这儿我就做菜头啊, 做饭头啊, 做火头啊, 做茶头啊, 做水头啊, 都是我一个人的, 这些个学生三十多个, 都是我对的, 我不叫他们把我做饭做菜做, 什么都不要做, 只要他们小就, 就可以了, 九十六天, 这个暑假班, 放暑假九十六天, 九十六天呢, 我给他们讲了年经, 最初啊, 一天讲一次, 我煮饭呢, 刺我这一班呢, 老师的这个吃饱了, 在小夕啊, 在小夕啊, 他们跟着我, 小夕啊, 我就跟着他们偷着听听, 因为他们跟我发誓的时候, 按英文我可以听着, 一天同一句啊, 两天就同两句, 就都偷了, 这么样子呢, 但是, 当时有四个人, 是四个吧, 白云天, 韩光仙, 白居鼎鼎, 十十岁, 白居鼎鼎, 那么, 这个, 这个, 想想, 想想,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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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过来, 坐坐了, 对,对, 我们坐一会, 您去上, 上人家, 那里边, 到里边, 不要叩头, 不要叩头, 有位是老军事, 那位是我们何校长, 有些都见过了, 正好, 那你来来都要讲一讲, 讲的口干舌燥, 那些气也传不上来的,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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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三十多个人, 三十多个学生, 那么, 《讲诺音经》最初, 我一天讲一次, 一次讲了两个钟头, 他们都要写笔记, 我虽然不懂英文呢, 可是, 我这个, 都要他们给我写笔记, 谁也不可以不写, 所以他们写笔记呢, 我这个就给他们做饭吃, 给他们烧水喝, 给他们冲茶, 所有都是我, 我这个来做, 我又做讲师, 又做厨师, 又做这个, 收拾厕所, 干什么都是我的, 我实实在下地告诉你们。 那么, 我一个人, 照顾这三十多个人呢, 我也不准他们到我的厨房去, 帮我伸手啊, 帮着我做什么不准的, 我就叫他们好好的消息, 这九十六天呢, 每一个礼拜六放半点假, 他们可以洗洗衣服啊, 做做自己的事情啊, 放半点, 下午放半点, 其余的时间呢, 都是很忙的, 这一个厨房啊, 我一个人呢, 来英国这么多的, 美国的大学生, 有的读佛式的, 有的读诗诗的, 有的读诗诗的, 有的读学诗的, 这些人。 那么, 以后, 我教的这个《论言经》 讲完了, 讲两次, 一天讲两次。 那么, 在讲过一个世界, 又教的, 还讲过一个世界, 那就一天讲三次。 讲三次, 九十六天才讲过啊, 我讲, 又要翻译, 这个, 就是, 要, 拿破的诗诗诗。 这样子呢, 最后, 我一天讲四次。 还煮饭, 做我菜, 什么都, 都是我, 你看, 你不要看我这么笨, 做些事情, 谁也设可会做, 不是自夸。 那么, 这样子, 这九十六天, 讲完了之后, 讲完了以后, 是孟颜丁, 对义教授嘛, 还有其他的, 一些人, 都不愿意回西亚图去了, 愿意住在山丹市里, 所以, 听我这个, 哭扯, 听我这个, 因为, 这也没有人懂, 我讲的对不对, 也没有人懂呢, 所以, 就要留下来, 认可损失学分, 他在华盛顿大学读书, 那是这个, 西亚图内华盛顿, 不是这个华盛顿, 比起, 所以, 我们不要, 以后就听错了。 那么, 在那个地方, 短学, 短学三万事, 那些例子, 但是, 要损失很多消分, 损失很多消分, 损失很多消分, 这位医教授, 也不知道咱们怎么搞的, 就不走不来, 就这么样的, 跟着我, 这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呢, 他这个女孩子, 今年是十八岁吧, 十八岁, 在我们那个中, 小学也是在我们那儿读, 中学也在我们那儿读, 今年呢, 去读, 是在我们的大学读书, 还在我们中学毕业的时候, 毕业以后, 有五个小小的证明, 就收着, 中学也在那儿读出去, 然后在Yukai, 那种, 对一般的学生影响力也是很好, 所以, 今天呢, 我可以带我这个老龟爷弟子, 也是老公, 我给大家看看, 我就凭这个老子送老的龟爷弟子, 所以有的万化成, 这是前后, 前后后, 直接间接地迎来, 直接间接地迎来。 我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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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是师父不想累呢? 师父不累, 我也不累, 文具是大家累了吗? 有没有累, 和他们讲五分钟呢? 讲五分钟, 可以呀? 何校长也给他们讲, 我这个预要他们十分钟。 我们万化成, 大家都会讲, 谁都讲, 都是老师, 都是学生, 谁有智慧, 谁就是老师, 谁愚蠢, 就做孝顺, 所以我这个愚蠢, 也得常常做小事, 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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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愚蠢, 不愚蠢自己。 有一个, 我们万化成, 成了一个, 开了一个宗教联系会议, 我参加那个宗教联系会议, 后来呢, 又有在伯克利, 开了一个世界宗教会议, 我参加了那个会议, 在那两个会议之中, 第一个会议呢, 我是讲, 挽救破碎家庭, 因为美国, 这破碎家庭很多, 就是夫妻离婚, 孩子无有依靠, 挽救这个家庭如何, 挽救他们, 所以咱们中国有一句俗话, 家无贤妻义良母, 就没有孝子先孙, 我家就没有宗神, 又一句话, 一辈子没好妻义, 三辈子没好妻子, 又有一句话, 是隔策一门金, 联络九代本, 所以这个夫女的责是非常重大, 现在夫女的责放到什么时候, 放到事业上, 实际事业上成就, 钱这么多了, 而且坏了, 我是希望房子小小的, 人的好好的, 钱要少少的, 钱多人坏了, 赔本了, 本人抬进去了, 很不值得, 那么晚了, 克罪家庭, 在这个伯克利大学讲的呢, 就是那时间, 也参加了会议, 我一刻讲演, 我讲的就是说, 夫权, 女权就是你, 当时一些女人都争, 叫权利, 我要权, 我说那个女权不是争, 顺如咱们两个人, 都在同学念书, 我考了个第一, 谁能争得去呢? 你学品兼优, 数学一百分, 理学我就九十五分, 我那学就八十九分, 凑凑凑一, 都是九十九分以上, 那么我这个第一, 谁也躲不去, 那么夫女来说, 你就抢能抢来吗? 万远来说, 我说是, 中国有有古来的那个, 那些母教, 就是周家三母这些人, 万进来说, 撒切尔夫人的国务总理, 都不是正美, 那是人民喜欢她的东西, 才是, 那么女人要想争权, 就得要敦厚品德, 多多学习, 做好人, 品德兼备, 一个女人的成就, 成就到丈夫身上, 孩子身上, 那么今天看看第一夫人见面, 因为她男人当了总统, 她就说她好像帮她了吧, 那么咱看古来的圣母, 孟母因为孟子是个雅圣, 她母亲就入了圣庙, 孔子的母亲, 因为孔子是一个至圣先师, 我们中国的孟母, 孟的圣母庙第一位, 就是孔子的母亲, 这边这位就是孟子的母亲, 这边这位就是月辉的母亲, 那么这些老太夫人, 儿子教育成功了, 那么她去做一个事业, 开个商店墙一多, 那么所以这个事业比什么事业多大, 就世界上最大事业是培养人, 所以在伯克利的讲话呢, 博得大家的赞同。